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九归真 依缘赵始 今日 神女飞声长生 恶许万名 同步红尘封祈福 共沾仙姿 咱们九中好几百年都没有人飞成长生戒的吧 神女能成功吗 那还用问 神女二十岁时便见问天下南风敌手 后来自封血骨修成神野 当然能成功吧 安排得怎么样了 都布置下去了 只要凶犯出现 天罗地网 绝物生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殿下有令 十之神女飞声 一切行动不可惊绕庆典 手叫利落点 人呢 无言后三人 无息粗尘 横练功夫 应该惯用刀剑 总有四人无息较轻 应中暗器刺杀 只有七人的话 可战 这里已经足够偏僻 岂为再不动手 我可要离开了 凶犯萧尘 黄河祖龙村人士 残害皇族侍女 先封天女殿下旨意 就地格杀 凶犯萧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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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很多次了 那侍女之死 比我无归 凶犯 凶犯萧尘 不管是不是你所为 今天都累死你了 凶犯萧尘 凶犯萧尘 犯萧尘 罪名消沉 公主沥临 还不认罪扶手 你就是消沉 我为观摩神女飞升而来 无意争斗 是你那侍女无端生事 最后意外生死 十足坠崖也是她旧游自取 杀了她 这些神女的何为战法真是难缠 不能被封住行动 你是我者 我 都别跟过来 你不是他的对手 殿下 殿下 我看你能逃到哪儿去 我看你 我虽然勉强自跑 但你这么久 你得尽快脱身 人间至情 罪令牵挂 多少人留恋其中 乐而忘返 但万般深情 也难抵岁月轻矢 化为枯岗 繁华不过云烟 看不破这恩怨痴缠 又怎能超脱这俗世 刚才那招 怎么偏了 神经主还没来啊 都等了好久啊 是啊 这飞升长生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老辈说 咱们九州的舞者 修到一定境界 就会飞升到长生界去 听是 那里有长生不老的机会 长生不老 真的假的 这谁知道 不过以前已经有人 飞升的事倒是真的 飞升的事倒是真的 我知道心已正轻盈空间 神隐破风 一步一翻 残截 路径沉缘散 剪开天门 神隐要飞升了 香月丢鸣 你今日不死 皇室也面无存 忘情所以 霍林长生 忘却前尘 霍林长生 霍林长生 那时的我 还是我吗 道心虽间 沉念无存 岔之好语 已是长生天窃 快看 那是什么 我怎么不睡 天窃教师 神与飞升失败了 天心难测 仙情如霜 你虽道心坚定 但终未参透沉寂 翻尘情愿 我早已战斗 难道 这还没够 长生所要的 不是绝情断育 而是不为勤奸 不被勤快 神隐会人世 涅槃剑长生 未知忘情 岂敢飞升 神不良 情难绝 优优独 优优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娘 娘 妖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什么地方 是什么怪物 我的头 刚才那是一头龙 难道我到了长生界 这是龙蛋 龙为圣兽之手 这龙蛋也绝非法物 没想到九州传说中的圣兽 竟在长生界中真的存在 那是 你就是小尘 他也到这儿来了 八臂恶龙的龙蛋 此人运气倒是不错 看他服饰 不像那几大势力之人 先弄清此人来历 这长生界的天气真是有意义 数遍就遍 此地隐蔽 倒也是个藏身 师兄快来 这里有地方躲雨 已经有人了 在下不死门王子峰 因为躲雨冒失来此 还望莫怪 不死门刘焰 讨托了 人间剑 小尘 人间剑 我为观摩神女悲生而来 无意争到 今日不死 皇室也面无存 神影会凌湿 涅槃见长盛 没想到九州传说中的圣兽 竟在长盛界中真的存在 在下不死门王子峰 不死门刘焰 托了 阁下方才说来自人间剑 是 在下不死门王子峰 祖师不死邪王 也是由人间剑 飞升来的涅槃境强者 看来他们将我当成 飞升来的强者了 方才王将所言的涅槃境 是何意 长盛大陆百足林立 法门万千 但皆用五镜划分实力 第一镜名为退凡 退凡武者可沟通天地原力 巨子成事 依照所修心法 发出各种招式 第二镜名为石葬 死镜武者可开启自身神石宝藏 我的珠般神通 在这两镜之上 还有雨空 涅槃 长生三大镜 每一镜中 又有九重天化的 九重圆满 便可突破至下一大镜 像阁下这种下界强者 今时修至涅槃境实力 才可破空飞升 只要稍加感悟灵气精华 便能静入长生 小妹向来仰慕强者 不知萧胸 也修至涅槃境几成 他在试探我的实力 他在试探我的实力 我要稀来 我去取些树枝来 这儿人来这不善 究竟异于何为 在下初入长生界 不知此岛可有特别之处 此地名为龙岛 是长生大陆各大势力的 天骄少主们 寻宝历练之地 此人实力还未如推翻间 准备动手 岛上虽然蛮兽众多 但资源丰富 灵药精实数不胜数 胜受龙蛋 生受龙蛋 我有伤在身 不能硬碰 你说的龙蛋 就是此物 我在海边严栋只取了一颗 没想到竟是宝物 你是说 岩洞里还有龙蛋 没错 若你们想要 我可以带路 飞鱼涌起 把壁恶肉 应该就在附近 这小子连特意反尽的味道 还敢冒称飞生者 一拿到龙蛋 就宰了他 到了 师妹 萧兄弟帮我们找到龙蛋 还不去感谢一番 感谢严重了 偶然发现而已 萧辰兄弟 你可不能拒绝我们的好意啊 我已带你们拿到龙蛋 这是何意 龙蛋是难得的宝物 任何人都不该知道我们得到了他 师妹 快动手 居民于鸡飞 把兵有龙银飞隐在附近 水火阵产 也不是人出出的影响 在容宵进步瞬间 封闭无凯 我们只冲击 持续大约3C时间 必须一功成 师妹 可惜 只杀掉一个 臭小子 居然敢酸起我们 先算解 是你们的 我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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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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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死门的魔功确实厉害 若无那炼气法 仅凭身体必然扛不下那一击 你居然也在这儿 找灵儿 在这门荒岛屿见到九州故人 真是一件幸事 想用故土之情祈求本宫的怜悯之心吗 你可别忘了 我是因为谁才沦落至此地 此地凶险 我们何不放下恩怨 一同寻找回到九州的办法 放下恩怨 是性妄想 沅击 非要如此赶尽杀绝不可 害本宫流落至此 本宫必要将你千刀万划 我怕王爷 或许 你应该有更悲惨的死法 他怎么走了 这是 古暴龙 葬身巨龙时期 你也算是九州第一人了 终于走了 好险 差点就被追上了 别别别动 好险 好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小龙九兽 他这是 怎么我引开宝宝龙 啊 若是 记好了 要好好保存哦 难得过一次生辰 礼物着这个啊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从一个老和尚那求来的平安手 不想要就还我 不要还我 不给不给 送我了就是我的了 管我 好美啊 肖大哥 九州以前有好多修行很厉害的人都去了长生街 等了永生 你 也会去吗 长生虽好 但若只有孤身一人 永生 又有什么意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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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够沟通天地 居原城市 少爷 龙岛到了 龙岛百年封禁开启 以少爷的实力 此行定会有不少收获 少爷 收到消息 已经有好几波实力提前登到来 听说也有其他封印子身实力的护道者如同 少爷上到后 请务必小心 放心吧 这一次我准备充分 必定能弄些龙王龙蛋回去 听说吃了那些 酒大得很哪 少爷 有船过来了 不知能否接船离开此道 师妹 没想到 今日借着龙蛋 请一举通过制宝 决心天悲玄法 这是 龙方龙龙 这一次我准备充分 必定能弄些龙王龙蛋回去 怎么回事 臭小龙 满压 那是这个 怪物 怪物 怪我 怪物 怪我 你 你 别 少爺救我 手给我 少爺 船体竟毁 船上的人怕是凶多吉商 竟还有恶龙徘徊 接船离岛必然行不通 得联想法刺 什么声音 四只手臂的巨猿 他这是 原来是玄之忠 我们找过来的 这 朕现在 糟了 你 你想干什么 放开我 你要带我去哪儿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 是想把我当存粮 不行 得赶紧走 你的意思是 让我给你做饭 האל 这 袁兄 心疾吃不了热豆腐 你再这么捣乱 这块肉就又烤坏了 此处地处高位 水源充足 倒是个安全宜居的好地方 这里勇气充沛 先在此处疗伤修炼 再寻回到九州之法 元秀 怎么了 你这是在教我吸收灵气 我也谢谢 元秀 比块头大 需要吸收的灵气多 我这样就够了 推返纪的修理 竟然需要如此庞大的日月精华 吸收了这么多的灵气 一重天境界才阴阴有突破感 看来得有些事才能成功突破了 赵灵儿与我都落至龙岛 想来兰诺应该也在这岛上 只是不知道 他到底落在了龙岛的哪个地方 此处上进海岸 就已经遍地满兽 深处不知有多少危险 我得尽快回复伤势提升境界 才能到岛内腹地寻人 还有那个风雨人 就是你的沙灵 是肥人的 是肥人的 如果有谁是肥人的 可能会有什么 这是安静的 那麽 都倒是 最后 如果要换先 起来 现在 都 暗 这几日天天跟着元兄吃烤肉 太腻了 今天摘些果子上场 一会儿也给元兄带些 不知长生界的果子 看对修炼有没有帮助 小独角兽 多谢你上次帮我引开霸王龙 来 请你吃这个 你去哪儿呢 回来 小家伙跑哪儿去了 原来 你还没死 能从恶龙口下逃生 你运气不差 但今日 本宫必要清朝珠米 这种话 你在九州的时候就得说过 好快 她的速度和力量怎么精进这么多 难道她是得了什么奇遇 看来之前我还是真的小看你了 本回同族 真要主此不死不休 本回同族 受死 受死 好 每次席杀 玄道我好奇辱不成 你 刚才那招 已经耗了我大半元气 短时间内 怕是不能再用 短短数日 她便成长到如此地步 必须除掉了 一绝后患 扯入皇威 又害我沦落至此 你非死不可 解数了 什么 四壁巨人 元凶 今日谁来也救不了你 禁红 元凶 看来杀她之前 必须先解决这蛮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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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音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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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还会给元凶带来麻烦 元凶 别生气了 这些肉的果子足够你吃好一阵 我也差不多该动身去找回家的路了 这里是你的家 不是我的 我的家在很远的地方 那里还有人在等我 元凶 知道了 我会好好修行的 元凶 再见了 你的伤好些了吗 谢谢你救了我 这里很美 但也什么都没有 没有前呼后拥 没有万众瞩目 我也不再是那个天生尊贵的皇家天女 小家伙 这里到处都是危险蛮烧 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呢 我又该怎么活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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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真是 真是神奇 既然你将我认作主人 我也要振作精神猜献 九州既成过往 不单往昔 即便陷入当风禀烛之际 本宫也要在这长生界 破风而写 事显如遗 竟然有没有人海外 揭穿了一道必然心 得灵想法则 四夕杀 宣道好 岂入不成 四壁俊 锦虹 被那头小独角树救走了吗 真是神奇 元凶 这里是你的家 不是我的 我也差不多该动身去找回家的路了 我与赵灵儿都落入了这龙岛 想来神女兰诺也应在这岛上 只是不知现在何处 我又该如何寻她 身手不错 你就是萧辰 你们是长生界之人 为何要暗送 那就是你了 少爷也算是看得起你 让我们三人来拿你一个 你们少爷是何人 我应该与你们并无仇怨 想知道 那就跟我走啊 可以 啊 你 你别杀我 我投降 你口中的少爷是何人 大侠饶命 我什么都说 饶命啊 说 我是长生界古家的人 我们家少爷刚来岛上 遇见了个漂亮女人 说是什么九州公主 少爷知道 那公主跟你有仇 就让我们来抓你 讨那公主的欢心 大侠 我就是个干活的 饶了我吧 饶命啊 又是那赵灵儿 此女不出 我难以专心寻找回归九州之房 不知道殿下在这里住得可习惯 这里清幽雅静 疑人疑心 古兄有心了 殿下客气了 若非殿下 我早已被海水卷走 说起来 殿下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是我古家祖传的宝物 是以千年凤无枝制成 这是何 殿下与我有恩 在乡一时难以回报 想 这份心意本宝领了 但救你仅是顺手而为 不是想求回报 还望古兄知悉 殿下莫要误会 我别无他意 只是看殿下心事重重 想让殿下重斩欢眼 对了 此前让殿下受伤之人 我已派人前去捉拿 你去找点果子吃吧 帮我也寻一点 有劳古兄了 你说 这九州公主 到底使了什么手段 让少爷这么死心塌地地跟着她 长得好看呗 现在这年头哪儿不看脸 汉文的女人 真的跟长生界本土之人联系上了 大人 鱼儿上钩了 那边也安排妥了 用的是最猎最猛的药 去通知少爷吧 他 这 是怎么回事 迷笑 看来她是遭日暗算了 你害人中害己 这就是你借刀杀人的代价 就是这儿 尚爷 我刚才看你已经进去了 殿下 你对她做了什么 小尘 原来你就是小尘 这味道你居然行死小人之举 我小尘刑端作证 要杀她 还不至于用如此下作手段 还敢救命 无耻之徒 殿下莫吉 我的人就守在外头 她跑不掉 少爷 家主灵行特意嘱托 龙岛之行切莫节外生枝 寻找龙王最为要紧 现在对我来说 拿下这个女人才是最要紧的事 大人 我已经把这里的位置透露给小尘了 相信她很快就会赶过来 很好 等下给那个货水送餐时 将这檀香点燃 只有让她死在那小尘手里 少爷才会把心思回到正式上 你 殿下其莫伤了柜体 但我叫你拿下 叫你好生处置 都给我让开 我正想找你 想不到你自己跑来送死 您好 省去我许多工资 入广八卷 上 这些群众怎么回事 我这八卷自成一席 攻上狠行 你还能逃到哪儿去 去 帮我拦住她 今天是要杀她解恨 殿下放心 她跑不了 入广八卷 峰会燕灵 这样 是你呀我 那便你试试 把抵赫荣的龙元精气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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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去了 去了 他跑不了 肯定在周围 追 是 小臣 你别想跑 大人 那小臣跑了 您的计划 罢了 人算不如天算 碍于龙刀法则 我身为石藏经 不能轻易出手 你跟锦少爷 不要出岔子 是 是 是 少爷 这零九印 一定是他 追 是 暂时引开他们了 那个谷家少爷 实力远在王子枫流月之上 有他护着赵灵儿 我必须尽快提升实力才行 好 这里怎么会有陷阱 这陷阱如此简陋 怎么可能会有人中招 这是什么鬼地方 这些看上去是巨龙骸骨 难道这些惊事是龙元所化 居然散发着和龙蛋相似的能量 应该对提升修为有帮助 好强的龙元精华 不会是龙元 气息如此骄傲 好奇特的惊事 竟能将这里的龙元精华全都引入我体内 这些惊事应该也有用处 都收起来 这东西虽然没了龙元精华 看来防身倒是挺震熟的 看来那女人真的跟长生界本土之人联系上 这就是你借刀杀杀人的代价 我的权行似小人之举 今天是要杀他解恨 我发卷 杀 多想放心 他跑不了 那便去试试 妄逼恶人的龙元精华 暂时你该懂了 这是龙元精华 这是什么鬼地方 这是什么鬼地方 蓝兽精人在追三个 空虎 他自顾不暇 应该不会对我出手吧 他只是要引人手过来的 他只是要引人手过来的 这畜生对我有敌意 难道是因为这块铃铃 速度好快 得找机会限制他的心里 你给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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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现在的实力 我进一动来说还是有些吃力 我进一步 我进一步 原来那骷髅是在利用我猎伤满手 独取金石 好古怪的三个家傲啊 不但凌智非凡还颇有手段 还是少招惹为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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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被那混蛋伪造的痕迹 带偏了方向 浪费了半天时间 只怕那混蛋早已逃远了 前方沼泽深处 据说藏着个极其恐怖的不死之王 殿下 我们还要追吗 越是凶险之地 越易于藏身 我相信萧辰 肯定是躲到这一带 还请古修 继续帮我把他找出来 殿下不必客气 我乐意骁牢 如若殿下所料不差 我派出的那些耳目 应该很快就会有所发送 来了 那混蛋就在这附近 若是遇到的野兽不是那么棘手 我倒是可以帮你们 但你们相应的也要帮我做事 这些晶石送给你们吧 对我现在也没什么用处 对了 既然结伴同行 我给你们取个称呼吧 也方便日后相处 你们是不死生灵 倒是与人间传说里的 石殿阎罗有些相似 要不你就叫阎罗王 你叫秦广王 你 你就叫轮回王 怎么了 有人朝这边过来 难道是他们 叶罗王 刚才你引那门说攻击我 是不是该还个人情 竟然没在腾林找到他 还是晚了一步 看来这小子应该还在附近 搜 是 哪来的狗爪子 下老子也跳 混蛋 你眼瞎 是小的眼瞎 岂少爷息怒 什么情况 什么了 小心点 你都带走 动手 我死生灵 有刺客 快保护赵爷 先检出刺猟 动着分国的地方 再找他送赵 你拦着他 保护赵爷 你拦着 那来的事 我们还没罢了 你会被推开 混蛋 竟敢联手不死胜利 暗算被收益 神明定将我们投入于心 生命之光 元少陌身 人是下劫胚子 之前我倒是小瞧你了 现在让你看看我真正的手段 入化八卷 彻底冰寒 这圈轴变化多端 都小心点 炎龙王 闻天元 光阎灵 闻天元 跪下来 束手就擒 你再挣扎也是无济于事 实行妄想 你根本就不是本少爷的对手 想死 没那么容易 你们 是真的干 我 开颜辛 有 你的 谢 哦 雷 雷 又 是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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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蝉这么久 就在此地 走个了断吧 不好 准备施杖附起了 炎龙王 你在这 此地不宜久了 我还未回归九州 怎会败在 你们这些人手中 你以为我会让你逃掉吗 你为何要这么做 红开天明 这我也做不到 你不是拦弱 不过你这人间界来的徒者 我倒有些兴趣 当我龙徒主 你诛之 只能消失万子 你龙族 等该灭啦